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念会进行到一半时 陈宇飞站在洗桌中间 手拿话筒激动地说 今天是我六十岁的生日 也是我孙子陈灵轩第一次回我陈家门 大家一定要吃好喝好 话音未落 一个声音突然响了起来 爸 你有一点说错了 孩子叫平小顺 不叫陈灵轩 说话的人叫平心 是陈宇飞的大儿媳妇 孩子的母亲 听到平心这么一吆喝 众人不禁惊恶 老陈家的孙子为什么不姓陈 而姓平 原来这一切还得从一纸幻性协议说起 这份唤醒协议是陈宇飞的大儿子陈灿与平心在婚前签订的 内容是 陈灿与平心结婚的婚房由平家父母出钱购买 新房的产权归两人共同所有 婚后如果两个人生的是男孩就必须姓平 如果生的是女孩则姓平姓陈接客 协议的出炉是因为陈灿买不起婚房 给不了平心承诺 但平家三代单传 父亲平国和又急于抱外孙 便想出了一招让外孙姓平的妙计 于是平心在父亲的寿意下 给陈灿出了个主意 只要将来让孩子随自己性 自己的父母就不收陈家礼金 并愿意掏钱为他们买房子办婚礼 陈灿愣住了 他知道自己的父亲传统守旧 很重视家族的销伙延续 这样的事他怎么会同意呢 见男友半天没反应 平心也有些生气了 我爸妈看你为人老实 没嫌你家穷才同意我嫁给你的 你打听打听 现在有几个是女方掏钱买婚房的 为了我们的婚事 我给父母做了多少工作 现在你连这个小小的要求都不答应 看来你不是真的爱我 陈灿没有说话 但大脑却在快速转动 也许这只是平家暂时提出的条件 担保日后不会有松动的可能 再说了 就算孩子性贫也无大碍 现在很多独生子女结婚 孩子都跟女方姓 更何况自己弟弟还没生孩子 陈家的香火肯定也不会断 这样一份协议也不具备法律效力 以后孩子要改回陈信 还不是小菜一碟 这样想着 陈灿点头同意了 但他并不敢大意 随后又打电话告诉了父亲 父亲在电话里大怒 要我孙子跟他平家行 这是白日做梦 我警告你 你要敢做出对不起陈家祖宗的事 我就把你赶出家门 永远不认你这个儿子 陈灿是想好了应付的台词有备而来的 爸 我也不愿意啊 但您要知道 如果南方没有房子 那平心的父母无论如何都不会同意的 结婚更是没戏 我喜欢平心 如果错过了 估计将来没有哪个女孩能走进我心里 再说了 那协议只是个缓兵之计 以后有孩子 我一定把孩子的信给改过来 经济基础决定话语权 儿子的一番话让陈宇飞沉默了 考虑到自家底子薄弱 沉思了好一会儿才说到 让我再想想 听父亲的口气 陈灿意识到有戏 果然当天晚上就等到了父亲的电话 同意了平家的要求 但一再强调 绝不是为了房子卖了孙子 要保证 以后要将孙子改回陈信 见父亲答应了 陈灿在电话这头偷偷地乐了 第二天上午 就在换信协议上签了字 最后由平家拿出180万元 购买了一套110平方米的精装房 同年十月国庆节 陈灿和平心在亲朋好友的祝福声中 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平心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 在陈灿看来 婚前签署的那份换信协议 不过是缓兵之计 并没有太放在心上 可到了给儿子报户口时 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一天上午 平心拿着户口布 准备为儿子上户口 便叫上丈夫一块去辖州派出所 当陈灿听到妻子 打算给儿子申报平小顺的名字后 如同被踩了尾巴的猫 蹭得一下子就跳了起来 什么 你还真想儿子跟你姓啊 他可是我儿子 姓陈才对 我已经想好了 就给儿子取名陈灵轩 这时 平心不慌不忙取出了那份协议 慢条思理地说 我们婚前可是有协议的 你不会忘了吧 见到那份白纸黑字的协议 陈侧顿时蔫了 然后很不自然地说 欣欣 当初我是因为爱你才同意签这份协议的 这协议就是个玩笑吗 平心笑眯眯地说 既然签了协议 那么让儿子随我姓也是应该的呀 再说了 现在儿子随妈姓的很多呀 陈侧无言以对 也不想夫妻关系闹僵 便自我安慰的 那好吧 反正无论跟谁姓 都是我的儿子 最终户口部上出现的是平小顺的名字 陈侧原本一直以为 儿子随母姓只是一件小事 没想到一旦赶了姓 还真的带来很多麻烦 每当遇到熟人问起儿子名字时 他都要大费周折解释一番 更有甚者在听完他的解释后 别人脸上还会流露出一种 莫名其妙的神情 这让他感觉很不自在 心里一阵抓狂 他多次向妻子抱怨 非要儿子跟你信 别人都以为儿子不是我亲生的 平行刚开始还耐心安慰丈夫 但时间长了 他也失去了耐心 当陈侧又一次抱怨时 他脸一沉冷冷地说 当初我们可是说好的 我家出现买房子 让儿子随我信 这房子价值一百八十万 你们家要是能拿出这笔钱 再考虑儿子随你信 否则别整天的瞎想 烦人 陈侧被噎得半天没张开嘴 他正正地看着妻子 心里生疼起一种陌生感 2020年9月 陈侧的弟媳生了一顿双胞胎 但两个孩子都是女孩 眼看家门香火有断绝的危险 陈与飞开始隔三差五地催儿子 什么时候把孙子的信给改过来 父亲的最后通牒 让陈侧难以招下 可妻子那边的态度也相当强硬 最后他只得哄骗父亲说 平家同意改姓 但是要等孩子稍微大点再说 2020年11月28日 陈侧携旗带死回到老家 两天后是陈与飞的六十大寿 为了父亲的生日 他和弟弟陈涛都事先商量好了 要热热闹闹地为父亲祝寿 并在酒店包了十六桌酒席 宴请了亲朋好友 但在那洋溢着喜庆的日子里 有一个人却高兴不起来 他就是平心 原因很简单 陈与飞一直把孙子抱在怀里 并且给所有亲友自豪地介绍着 这是我孙子陈灵轩 陈灵轩这三个字 让平心听起来是那么的刺耳 收宴进行到一半时 喝了几口酒的陈与飞 拿起话筒 声音洪亮地说 今天是我六十岁的生日 也是我孙子陈灵轩 第一次回我陈家 大家一定要吃好喝好 话音还没落 一个声音突然响了起来 爸 你有一点说错了 孩子叫平小顺 不叫陈灵轩 说话的正是平心 坐在一旁的陈侧 见父亲脸色突变 赶忙扯了一下妻子的衣袖 低声说 你发什么神经 还不赶紧坐下来 平心甩开丈夫的手 毫不示弱地顶撞 你才发神经 我儿子本来就姓平 我自己的儿子 难道我还不清楚吗 平心的讲话 使现场的气氛 变得尴尬起来 陈与飞站在台上 脸红到了脖子 幸好陈灶机灵 讲过父亲手里的话筒说 我父亲太高兴了 喝了几口酒有点激动 请大家别介意 寿宴虽然扔在继续 但陈侧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 他平时就窝着火 如今妻子又弄出了 这么一场闹剧 心里那股气更是不打一出来 但考虑到这是在老家 有重情有在场 他强忍怒火 一言不发地喝着闷酒 第二天 小两口回到家后 当天晚上 陈侧向妻子摊牌 你太不像话了 下周一 我马上去把儿子的信改过来 陈侧说这话的时候 平心在厨房里做晚饭 他把锅碗瓢盆摔得叮当响 好啊 你只要把买房子的一百八十万拿出来 儿子姓猪姓狗都随你 但在这之前 儿子只能姓平 那一刻 陈侧觉得平日里漂亮可爱的妻子 竟让他生出厌恶来 目发冲冠地向他吼道 好啊 我现在就把户口本翻出来 把儿子的信改了 我看你怎么办 谁知平心冷冷一笑 你以为我没防着你狗鞋跳墙 我告诉你 我早把户口不藏起来了 想改名 你还是先把一百八十万拿出来再说 陈侧气愤至极 啪地给了平心一记耳光 一场大战过后 平心抱着啼哭不止他儿子回了娘家 当天晚上 陈侧正躺在沙发上发呆 岳父平国盒找上门来 直接跟他摊牌 我万万没想到 你竟然动手打老婆 你还像个男人吗 另外 当初让孩子随我评价信 是你自己同意还签了协议的 如今想反悔 恐怕没这个道理吧 我代表欣欣跟你表个态 只要你家拿出一百八十万元 孩子可以跟你信 否则就算离婚 孩子也只能随我们评价信了 说完头也不回地甩手而去 陈侧哪能拿出一百八十万元 思前想后 第二天他便提着礼物 到平家向平心承认了错误 并向岳父岳母信誓旦旦的一番保证 才把妻儿接回了家 不久 陈与飞听到儿子向平家投降了 气得在电话里大骂儿子不笑 还说要立刻赶来带自己的孙子回老家 称既然外公外婆能带外孙 我作为正宗嫡系的爷爷奶奶 更有权利带孙子 一听这些话 陈侧的精神极度崩溃 心情烦乱地在电话里 向父亲大吼 爸 你究竟要我怎么做 人家说得很清楚 只要我们能拿出买房子的一百八十万 就让儿子姓陈 但我们家拿得出吗 陈与飞大怒 难道就任由我陈家的孙子 被改名换姓吗 没出息的东西 陈侧不耐烦了 儿子就在我家生活着 跟爹跟妈姓不都一样吗 再说都什么年代了 现在孩子跟妈姓也不是稀罕事 我还是那句话 我是没能力 你要有能力 那就拿出一百八十万 孩子保证明天就姓陈 就这样 父子俩僵持了大半年 陈与飞的怒火 也在无奈中慢慢平息了许多 这让陈侧心中不禁窃喜 就这趋势发展下去 父亲终究有一天会改变想法的 2021年4月初 陈与飞总觉得左胸不舒服 就有老伴陪着在医院检查身体 但因一时没查出病因 就暂时住在儿子家里 虽然自己有病在身 不过 能够时常见到宝贝孙子 陈与飞整天也乐呵呵的 但让他有些不高兴的是 孩子每周都有两三天时间 会住在外公外婆家 陈侧笑着安慰道 爸 他们是儿子的外公外婆 听时我和欣欣工作忙 都是由他们帮忙照看着呢 陈与飞眼睛一瞪 大声说 以前是以前 现在我和你妈既然来了 孙子怎么还能让外人照看 谁知这话刚好让来 接外孙的平心母亲听到了 他话里话外地说道 我孙子姓平 这房子也是我平家掏钱买的 真不知道到底谁是外人 陈与飞本来心里就有气 当即就和平心的母亲争吵起来 这次争吵之后 只要两家老人一见面 就相互指责 弄得陈侧小两口焦头烂额 最后陈侧想出了一个办法 找一个他们小两口出去有事的借口 并把儿子留下 让两边老人坐在一起好好谈谈 就算为了孙子 老人们应该不至于闹得太离谱 然而事情并没有按照 两个人的美好设想发展 2021年6月的一个周末 陈侧见岳父母又来看外孙 便给平心使了眼色 示意下楼出去走走 留四位老人在家里 并让儿子监督 不料开始两亲家还比较冷静 但提到孩子的信 双方又争执起来 苹果盒的脸色通红 扯着嗓子喊 当初说好的 孩子出生后随我家的信 现在孩子出生了 房子也买了 你们就想反悔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陈雨飞也不甘示弱 猛地一拍桌子 站了起来 指着对方的鼻子说 凭什么信你家信 从古道经你打听一下 哪有孩子随女方信的道理 两亲家似乎自己都有理 互不相让越吵越凶 话语越骂越难听 最终俩人发生了抓扯 纠缠中 苹果盒抓住陈雨飞 胸前的陈衣用力一扯 陈雨飞眼急手快地 抓住了对方的手腕 和对方叫起了劲 正在这时 陈雨飞踩到地板上的 一块湿滑处 脚下一滑 一脸痛苦象地 顺着沙发倒了下去 看着眼前的一切 苹果盒也蒙了 急火攻心 血冲脑门 本来就患有脑血管硬化的她 双眼一黑 昆倒在地 不省人事 平心的母亲见状 急忙拨通了女儿的手机 没想到事发突然 超出了小两口的想象 随后两位老人都被送往医院 陈雨飞突发心机梗死 还没送到医院 就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苹果盒已经突发脑溢血 虽然进医院抢救 但还是没能挺得过来 三天后也去世了 办完二老的丧事后 陈侧找到平心 没想到事情会闹成这样 我感到很抱歉 但如果我们继续生活下去 会很尴尬吧 要不我们离婚吧 听了丈夫的话 隐心泪流满面 苦笑的 毁了一个姓氏 替爸和我爸都死了 成了我们这辈子会治不去的伤痛 难道离婚 就可以让一切都过去吗 这场婚姻到底何去何从 平心和陈侧 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与迷茫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